第一个就是各位的那个程度 蛮多同学是有三分之二左右 是选入门那表示说你可能连那个VBA都还不太熟悉 还有Python更不要说了 那所以可能也许 我不可能说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既定的进度 所以如果你是选择入门的话 那请各位回去可能还是要再补强一下 也许一些基本的VBA的写作方式 可能自己要再稍微补一下 那另外的话还有Python的基本的操作 也许在自己 网路上面再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教学 那当然我这课程我的习惯就是说我会举一些案例 然后呢你们按照利用各种方式 可以把你要做的事情给给给完成 比如说网路爬虫你要爬一些资料的话 那当然你用图画练号也可以啦 Ctrl C Ctrl V C 也可以把事情 做完 那问题是如果你资料量太大的话 那当然永远做不完 所以为什么要利用程式的方式来完成 它好处是说 你只要程式写完了 你事情就一劳永逸了 你今天做完明天还是一样 直接去把资料用程式爬下来就好 你不需要 再利用人工的方式啦 你画面一出来要选取 Ctrl C C Ctrl V C Ctrl C C Ctrl V 如果说你每天都在做同样重复的事情 你跟机器人其实没两样 其实机器人在做什么 就是帮你完成做重复的事情 OK 所以现在那个 一般 像AI会影响最大的 上一般提过啦 其实那个 重复性的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里面有很多重复性的性质的话 你可能 要稍微 有一个警觉 就是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都可以把它程式化 那利用哪一种程式 比较简单 其实他也没有绝对的标准 绝对的标准答案 因为如果你习惯你用Excel的话 其实VBA倒也非常好 只是说 VBA里面有一些功能 当然不如Python的 所以有的时候的话 我们的习惯做法就是会节长补短 比如说Python他有这些功能 比如说像爬城 爬城好了 Python的这部分 其实他有 独到 而且比优于VBA的部分 或者说物联网 我现在很流 物联网 所以各个万物联网 所有装置 他会产生Data Data的话 你要用什么东 什么样的 方式去取得 那他很多时候都会利用Python 所以Python现在 可以在结很多物联网 像树莓派 或者是 一些 一些板子 他可以直接就是 做一些侦测 像工厂里面很多 然后 然后 可以把Data 转移到我们的电脑 层次里面做后续的处理 但是这些Data的话 那你怎么怎么去取得 现在 越来越普遍了 甚至你网路爬装 爬完资料 还可以还可以在结合Python 它跟一些 像LED 比如说亮灯号等等的 比如说什么情况下 它可以亮什么样灯号 比如说汇率好了 你就不用一直盯着那个 你的荧幕去看了 可能就是有一些声音 或者是说一些灯号 让你直接 就是做一些判断 诸如此类的 延伸性其实还蛮大的 那大家比较有兴趣的话 也许就是 当然这门课 89% 同学是 选那个 就9成 就 爬虫 所以呢 主力我们当然还是 会放在 爬虫部分 所以今天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 就直接来 看一下有关 爬虫的相关案例 所以今天的话呢 G.GG VBA2 Python 那原则上大概会有这些 这些方向 那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那不过 你说简单 到底也 不算是 非常简单 因为 我这课程 定位是 希望说你本来就有一点程度 你再来上 可能会比较恰当 一点 那所以今天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先到 这一个 云端上面 那我 不过如果你程度比较 没那么好的同学 你也不用太担心 第一个当然 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影片录下 因为你听 你如果 有些部分假设不是那么熟悉 没关系 回去多听几遍 那当然不会影响我上课进度 因为反正你上课即便有点听不太懂 回去反复听一下 尤其像程式的东西 你底子不够好 没关系嘛 反正你比人家认真 总会学都会吧 程式其实说真的没有太多绝窍 我就是愿意花时间 真的 其实说真的它很难嘛 其实到底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你看 我们可以写很快 是因为背后已经花很多时间了 那只是说呢 我们在 那个 上课的时候 不可能说慢慢写 慢慢写 对不对 那当然一定要 一起喝成的完成 所以有些部分 假设你不太熟悉的话 没关系 再看一下 那理论上 我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把 把那个 深夜部分 跟影像合并 如果可以的话 暂时用这种办法 不然的话 说真的 来这边上课 真的是 我 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可能是因为这个 广播软体 的关系 这也是 顶麻烦的 不然其他地方 我上课就 只要把软体 安装 开始 上课 录影 然后呢 我习惯就是 上船 转档我也非常 有效率 因为 我已经 这件事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OK 然后 不过像这种状况 就是我变成 我要影音合并 因为我要 再做后置了 是有点麻烦 当然 有些影片 我甚至也会 才要 还会加上字幕 因为像Python 有一个 自动语音辨识的 这个模组 他可以自动把我的声音 转换成文字 声音档 变文字档 有没有 影音的辨识 那当然 问题是 他已经很好了 可是问题 他的辨识率还是有 百分 就是 正确率 95% 但是他5% 是 可能不正确的 那变成说 我还要再 从头 校对过一遍 所以 有时候上字幕 真的是很麻烦的 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 人家YouTube 一个影片 虽然只有短短 可能10分钟 他可能 这个制作的时间 绝对超过10倍 不只 有时候可能百倍都有可能 一个短短10分钟的影片 因为他可能要剪辑后置 要一整天的时间 可能甚至还超过了 OK 那 不过我是没有特别去做一些剪辑 我的习惯就玩我上课什么 我就尽量 前置已经先 想好了 我就不太需要做后置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反正 我这样也可以量产 所以因为这样量很关系 我 十几年来 录影的 量 这关我YouTube上面的影片数量也超过两万个以上的 我想这数字 应该是 很难被超越的啦 OK 因为没有一个应该没有一个老师 这么瘋狂的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对 OK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啦 我数量太多了 所以 很多人 什么怎么样Google 很多人Google的 像吴老师的关键字 第一个page 就有四个我的连结了 那更不要说 甚至我后来我之前有 用YouTube上面搜寻 那个 Excel VBA的相关教学 甚至几乎快被我洗版了 什么叫洗版 你应该知道吧 奇怪 怎么都是吴老师的影片 吴老师的影片 吴老师的影片 只是说他没有一个结构性 那就是一直会出现那些关键字 好像 其他 有教这方面课程的老师 就被我刷到后面去了 那意思不是说其他老师不优秀 不认真 是说因为 我 站了一个第十 这个什么 最佳的位置 好 有没有 就是说那个 像没有 像你们去那个夜市嘛 你只要 第一排的 有没有 你卖再烂啦 再难吃 还是会有人买啦 但你如果最后一排 你卖的再好吃 人家可能还没 走到那边 大概就已经想 回头了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地利之变 这点可能 也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上个礼拜 有说 说了一个说 你如果没有YouTube频道的话 那 显然你不是现代人 这可能 我觉得啦 慢慢你可以去思考 这一部分 所以我还蛮 希望 你们以后可以 就是 慢慢去习惯 这些 用法 那我再来的话 就是说 今天也许 第一个单元 我们 所以待会请各位呢 先到我的云端白板 上面 找到第一个单元 但我们 爬资料的话呢 主要有分成两类啦 一类是 非网页的资料 那我们先从非网页的资料先爬 因为网页资料 它的结构 相对于 非网页资料来的 复杂 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比如说啦 假设啦我今天有一个案例 我希望的知道说 哪些地方的 窃盗案件 是 最高的 也就是说失窃率最多的 当然我是举台北市 那 这个资料怎么找到的呢 其实就是Google 你可以找那个开放资料 那开放资料的话呢 当然 目前 这个 全世界已经有一个这种浪潮了 开放资料当然有一个开放政府 那开放政府 主要的 你们可以稍微 去看一下啦 开放资料对应开放 那当然 主要 是希望说有很 资料 不是说 黑箱作业 所以我尽量就公开 那公开的话 自然就是说大家都会 是在 资讯对称的状态下 好 那我就比较不会 疑惑啊 比如说 那个到底 现在政府做了什么事情 那他都会公开出来 只是说当然他不 绝对不可能100% 可是会越来越好 那比如说里面的话 我们开放政府 或者是第2个是 台北市的开放平台 那我就从这里面的话 你会看到这边 当然 政府开放平台里面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去找一下 这里面的相关分类 他其实已经分类的非常清楚 他总共有4万多种 这个资料了 那4万多种里面的话 他按照中央机关 你会发现 中央机关里面呢 最认真的当然就是行政院 他提供了 23000多种 那最不认真的话呢 就是国安会 只有13种 那你其实也不认真 这个不认真 因为国安会可能有些资料 不太能够 这个 公开的 OK 那 再来的话呢 地方政府哪一个地方政府提供的 开放资料最多呢 看起来 真的 侯友宜真的还蛮认真的 3000多种 比那个 台北市 是1000多种 你看那个人 人口 雖然没 新北市比较多一点 但是 光数量上面 感觉出来 那个新北市就很认认在做 而且网站 看起来新北市也比较漂亮一点 那台北市最近好像不知道 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 好像有点那个 没有那么积极的感觉 OK 那其实也许可以从某些 地方可以 做做一些 那个 观察 那其他都还有哪一些 像 提供的器官 这边也是有 像 最近应该可以看看那个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一些 食安的 那个 美 美 美苏美牛之类的问题 他是不是 那个 农委会不知道有没有公布一些东西 那其他的话呢 像我们这个课程有关的就是跟金融 所以投资理财这边有个类别 那你当然呢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投资理财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投资理财 投资理财的话呢 当然呢 你 这边他就会提供所有投资理财的相关的 他你要把预算也都放进来 只是有一些当然不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按照那个 浏览的次数 我习惯是把它稍微做个排序 那找出那个大家最 关心的也最最常用的 他好像 点击这个 投资理财 有有这个 然后呢 他这个按照类别可以从 浏览次数多跟少 你也许去排序一下 你可以看到 你看 这个个股的成交资讯这边也有 另外的话呢 银行的排名等等的 这些都可以 那你会发现他提供的资料类型呢 他不是网页哦 他是 CSV CSV 而且你会发现 投资理财方面的 最多的最大宗的好像是就是 CSV OK 还有 XML XML XML好像是新闻稿 OK然后 CSV好像最大宗 大家蛮喜欢用CSV 那 喜欢用CSV主要的原因 大概不外乎可能跟Excel有点关系 因为Excel呢 他可以完整的跟CSV 完全的 可以结合在一起 有的CSV档你可以用Excel来开 只是说呢 Excel来开的话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可能会是乱码 那你如果是乱码的话该如何处理 好像是有跟各位讲过 另外的话还有Jackson OK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呢 非网页的格式 用的最多的 不外乎就三种 CSV XML 跟Jackson 那如果说你遇到这三种的格式的话 你应该怎么样处理是最简便的 当然不外乎 我目前手边 我们课程有关的 第一个当然Excel Excel VBA 还有什么 再来是Python 用哪一种方式处理 最简便 那当然我们就用那种方式来完成 所以 后面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针对这三种格式 如何取得 最简便方法跟各位做说明 那我们举的例子 也许你们可以自己再找找看 里面的话 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 像 保险类的 上市公司 EPS的统计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投资 理财的话 这些资料应该是 还蛮值得参考的 但如果说你希望 可以 每天他都自动帮你抓取 然后呢自动 去帮你做分析 然后自动产生你要对应的报表 跟这个视觉化 就是图的话 那这个部分呢 要该怎么做会是最快的 最好是来 而且 甚至不用按按钮 你打开他自动更新 每天自动更新 或者是一个小时更新一次 找到你要的资料 自动完成 会不会很困难 那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最简单的 用Excel就可以搞定了 那Excel的话呢 基本上 刚刚讲的csv跟xm 其实 已经非常的够用了 只是说json 因为这个json 这个trade 前面这个trade 其实指的就是java OK那当然呢 如果用Excel 似乎用 对应json可能会是一个弱点 那怎么办 这部分用python来处理 会是比较简便的 所以第1个 也许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开放资料 里面有哪一些我们可以用的 那之后的话当然 我们 在期末的话 也需要 请各位要 佼佼作业啦 因为你们会有期末成绩嘛 所以 尽量 也许可以找这些 你有兴趣的东西 我们会举一些案例 然后你们 去 再去延伸 然后做一些练习 那再来的话呢 台北市政府也是一样 那我是在台北市政府里面呢 我找了什么 窃盗相关的 所以其实我这边是打个 窃盗吧 窃盗 窃盗 对窃盗案件 你就窃盗 窃盗的话有住宅的 有自行车的 有汽车的 还要抢夺的 你会买 都是 CSV 有Excel 有 VIP的 OK 那我们基本上是找到住宅 这一个 如果今天 我们要做练习好了 练习 的方式呢 主要你可以先 先大家看一下这个资料 其实 他每提供一个资料 会 给你一个 这个相关的information 就是 诠释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的话呢 大概跟你讲一下 这个是分类的 然后他的 这个什么 网站分类 是 这些 大家描述一下 他是104年 到109年的那个7月 7月是 上上个月的 OK 然后那个窃盗的点 然后他的那个栏位 他有 哪些栏位 然后总共会有 12345 5个栏位 然后 他这边还有讲到什么 国发会 他其实也有放在那个政府开放 所以 不是只有这边找得到 刚刚那个政府开放 的平台也可以找得到 最近的更新日期 这边也显示出来 所以他到底 更新频率他是每个月更新一次 也就是说你不用经常去抓 因为 同一个月好像抓到都一样 他哪个时候 8月29号发布的 所以呢 下一个月也许就9月20 28号 也会又更新新的 也许就8月份的 切断案件 他又会更新 那当然如果说我想要 比如说 住 这个哪些地 这个住宿的需求的话 那或者买屋的需求 那我可以什么 透过这些资料 做 这个 参考 OK 那比如说这边底下 浏览次数 总共会有这么多人浏览 然后 使用次数 所以看得出 他刚开始还蛮多人用的 到2月 这个7月就降下来 8月9月 怎么突然又降那么多 OK 好那所以待会 第1个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下载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看看 点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他点击的这个 自动就下载到这里 那如果说呢 点击 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开起来 你会发现呢 他会用以色尔来开 而且他没有乱嘛 那显然他应该是用以色尔完成的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把这个资料 第1个 我不要用下载的 我希望呢 一起合成 因为如果下载 变成你每次都要点击 才能够去开启 但我希望呢 最好是什么 可以 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帮我完成 然后完成哪些东西呢 最好 可以一清二楚 让我知道 因为其实最后我们到底想知道什么 哪个 哪一区 的切到按键最多 因为你会发现 在 台北市这么多 大安区 信一区 松山区 万华 这么多区 那哪一个区 切到按键最多 如果要按这个资料 来统计的话 用什么方式 知道结果最快 因为你这个data 最终还是希望 会得到一个 类似 报表的东西 然后呢 来做 给你做 你 比如说 购物的这种 决策的 这个 判断 那比如说呢 这边当然我已经做一个示意图了 其实 如果你可以在Excel里面最简单的就用苏诺分析表 那 再来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相关 哪一条路上 切到按键最多 然后呢 哪个时间切到按键最多 甚至你也可以做一个交叉分析 哪一个 哪一个区的哪个时间 他有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柱状图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哪一些这就一目了然的 那你在决策的时候 你就会 比较能够知道 该怎么下一个判断 所以为什么需要这些data 其实这些data有时候就是 我们要决定 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以从data里面 得到一些 这个 这个 什么 一个帮助 所以就不会做错误的决策了 比如说你买房子的话 尽量就不要买在哪一区呢 哪一区 这个 中山区 治安最差的 哪一条路上尽量避开呢 南京东 跟 林申北 OK 不然的话每天 出门就会看到人家在打架 晚上的时候最好不要出门 对 好像常那个 新闻每天都有报 OK 而且上次不是有什么KTV大火 KTV大火是不是就在 林申北 对 这好像不是偶然 这感觉好像冥冥之中是有 背后有有一个黑黑暗的力量在背后 就会造成一些 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这个黑暗的力量 好像 我们表面上也看不出来 OK 所以 到底背后 有没有什么利益的纠葛 OK 像之前不是 好像中山分局的局长很容易被收押 我常常看到中山分局局长又被收押 因为贪污 有没有 新闻你们Google一下 常常这样 为什么那边有水太多了 他应该是个肥缺吧 OK 可是也是一个危险地带 因为 你要在那边太 太 啊 就是 太清廉 好像也很困难 所以有的时候呢 当然 我们第一个先从简单开始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 找到刚刚讲的开放资料的关键 前两个 然后我把那个 画面先切还给各位 这样